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试了好几次,杨大爷始终没法进门,没办法,杨大爷终于报警了,警察呢很快也来到了现场,但是很可惜,即使是警察来了,纠结了好几个小时,那杨大爷还是进不了家门。 警察来了都没用,这俩小姑娘什么来头啊?连警察都不敢动吗? 还真不怪人家警察不解决,而是这事儿太复杂,这两姑娘的这个身份太特殊了,怎么呢?虽然看上去这两姑娘跟杨大爷有什么血汗深仇,可事实上恰恰相反。 给您介绍一下,这俩姑娘的一位是杨大爷的亲孙女杨一芝,另一位呢是她的孙媳妇。 说白了,这是人家的家庭内部矛盾,所谓清关难断家部事儿,您说不知道个前因后果,这事儿怎么管呢? 那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说到这儿呢,杨大爷就忍不住一阵惆怅,他说堵门这事儿啊,还不是一次两次呢,就连过年的时候,孙女杨都没让她好好的过。 杨大爷说,一想到自个儿奋斗一辈子,如今都八十多了,却有家不能回去,他就无语的心酸,不过这还不算什么,最让她痛心的是自个儿亲孙女的一句话。 都说语言能杀人,孙女的这句话就像是一把刀一样狠狠地插进了杨大爷的心里头,而这个插刀的人不仅仅是自个儿的至亲,还是他以前的至赖。 看在这儿呢,估计很多人都不理解了,到底为什么呀,自个儿的亲孙女怎么会如此对待自个儿的亲爷爷呀? 对于这问题呢,杨大爷似乎早就看穿了,他说这一切啊,背后其实都另有黑手。 谁呢,那人也不是外人,正是他自个儿的大儿媳妇,也就是杨一芝的母亲董云慧。 说是他妈有时候策划,言之不惜,这女儿在这太多好强能力,比他妈好强能力。 那杨大爷和儿媳妇董云慧又到底有什么纠葛呀? 没想到一说到这个问题呢,董云慧非常的激动,他说闹的,今天这局面不是他从中落层,而是杨大爷一个人造成的。 这个落屁带头不带头,谁说年龄很大,心头太灰了。 董云慧说大家只看到了女儿杨一芝去赌门,却不知道杨大爷做的那事比赌门更可怕。 据他说呢,杨大爷这亲爷爷为了家庭琐事,他亲手把那孙女送到监狱里去了。 这把孙女送进监狱,这又是从何说起啊? 更不可思议的是,董云慧说,这一切仅仅就是因为几个柜子。 他说事情是这样的,2016年7月中旬,也就是杨一芝赌门的这个三个月之前,杨大爷和他现任老伴一变零, 就是画面上的这位穿着粉色上衣的中年女子。 那他们啊,突然就跑到他家大吵大闹了,说是他们家放在走廊上的那柜子和桌椅,占了他们家的力吧。 这是董云慧当时录下来的视频,从视频当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双方吵得很凶,在外面争吵一番之后,李变零从外边冲进了商店。 但是很快,一个穿着红色短袖上衣的女子,这就是杨一芝, 她从李变零在后边,搂住了她的脖子,把她拉了出去。 当时呢,李变零摔倒在地,这一摔还摔得不行。 李变零非常气愤,而且经过医生诊断,这次摔伤导致她腰部骨折已经构成了轻伤, 而这件事直接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李变零的轻伤。 几天之后,董云慧的女儿杨一芝被警方拘留了,罪名是涉嫌故意伤害。 这事一出来,董云慧立刻就炸了,而且这件事影响还不小。 杨一芝被拘留之后呢,虽然是因为怀孕被取保了, 但是因为涉嫌犯罪,很快就被单位解聘了,生活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从董云慧的这个角度看,这一切都是因为公公以杨代而起, 经历这么一遭,以后这女儿还怎么生活呀? 不过在杨代看来,董云慧根本就是强词多理, 要知道杨一芝是因为涉嫌故意伤害被拘留的,那是雄氏罪, 岂能是我说告就能告的? 说这话,不结合私事。 谁给谁想给双眼睛经得那么容易啊, 公安就都不落实材料,对不对? 这个是给谁说,谁都不相信。 杨代的话的确是在里, 不过很显然,董云慧和杨一芝那边不那么想, 在他们看来,这事情明明就是杨代和李变玲挑起来的, 出了事为什么就单单怪我们? 其实事情说到这儿呢,估计很多人都会觉得奇怪, 不就是因为一个柜子吗? 双方至于炒得这么激烈吗? 问题当然是没那么简单了, 双方矛盾的根源其实不是地上的这个破烂柜子, 而是柜子旁边。 到底什么东西啊?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欢迎回到传奇故事, 我们的节目呢, 目前正在手机江西台上同步播出, 您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客户端, 随时随地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 刚才我们说到, 因为一个柜子占了楼道, 杨代跟儿媳妇董云慧双方是吵得不可开销, 董云慧的女儿杨一芝呢, 还因此涉嫌故意伤害被拘留了, 接着呢, 这事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双方的矛盾是越来越激烈,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 就因为一柜子炒成这样, 知道吗? 这事当然没那么简单了, 事实上杨代和儿媳一家的这个纠纷呢, 已经持续四十年了, 而且这官司不断, 几级法院先后做过九次判决和裁定, 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这事恐怕就得从头过去了, 几年前呢, 杨大爷家其实还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家庭, 这个羡慕来自两方面, 一方面是家庭成员的感情非常好, 记得2001年的时候, 杨大爷第一任妻子病故了, 此后不久呢, 杨大爷就和现任妻子李变玲, 结婚生活在了一起, 当时那儿媳妇董云慧啊, 那可是相当的支持, 我为谁给你这个老婆子结婚了呢? 就是小婢呢, 你外面修复, 快乐, 对不对? 小姐你老人, 对不对? 主张一吃, 主张几年, 关系也都很好。 杨大爷一共有六个子女, 董云慧是杨大爷大儿子杨建民的妻子, 那当时呢, 董云慧不仅跟公共关系好, 跟后边来的这位婆婆关系也非常不错, 一家人住在一块儿, 其乐融融, 除此之外, 他们家还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地方, 那就是眼前的这栋楼了。 杨家在当地领保室第一高级中学对面, 有那么一栋六层高的楼房。 这就是杨大爷的家, 杨大爷和老伴啊, 就住在二楼的几个房间, 大儿媳董云慧呢, 就住在三楼四楼的几个房间。 这栋楼我们得重点介绍一下, 它可是我们今天这事的重之又重。 这栋楼房呢, 是由杨大爷投资建造的, 因为楼房在领保室重点高中的对面, 又是临街而建。 当初建房的时候呢, 杨大爷就对房屋的结构做好了规划, 以适合对外出租为主。 所以呢, 一楼是五大间门面房, 而上面五层楼房的这个结构呢, 也非常简单。 那楼道呢, 在中间, 两边是相对的这个两排房屋, 每层呢, 都有十一个小房间, 方便出租。 而靠这栋楼, 杨大爷家的那个生活, 也的确是过得非常滋润。 全房子不出租转, 中心房子一年能收个十来万块钱。 有时候一月收三万块钱, 有时候一月收两万, 一三个月收四万块钱。 在一个县级城市, 一个家庭能有这样的收入, 那还真的是让人羡慕。 而经济基础, 也让这个家庭更加和睦。 十年前, 2006年底, 那是杨大爷的七十大寿, 也是房子建成的第一年。 当时杨大爷和大儿子两家人, 都搬进了新房当中, 作为长子媳妇, 董云慧, 那还积极张罗了老人的大寿。 我刻真大的银子, 我根据不清的, 我地方刻个十五次, 黄金银子十八刻, 我跟张平说过了, 我直接刻下摆八个银子, 下摆个家出真大利益房子, 我根据不清的, 我刻大个银子, 我陪到他面前, 那年杨大爷新楼建成, 桥迁新居, 又是七十大寿, 儿孙满堂的, 真是非常的幸福。 可是从2013年开始, 杨家和睦的气氛, 就开始慢慢的变了。 那年二月份, 杨大爷起诉了自个儿的孙子, 也就是董云慧的儿子杨启龙, 爷爷起诉自个儿的亲孙子, 这是为什么呢? 据杨大爷说呀, 孙子竟然将他的租房广告撕掉了, 换成自个儿的招租喜事, 而且还私自收取房屋的租金。 按照杨大爷的说法, 孙子这是惦记上了他的租金了。 杨大爷起诉呢, 要求他的孙子立即停止侵权, 退回已经收取的房屋租金八千七百元, 并且赔偿他的损失一万元。 因为我到了, 我又给人家筹不留, 就赶不留。 我才通过发言, 他相信是我房租租权吗? 孙子抢爷爷的租金, 这听上去确实不地道。 董云慧的儿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没想到一听他这个说法嘛, 董云慧就急了, 说什么爷爷的房子呀, 这房子分明就是我们家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要说到十年前双方的一个约定了。 因为那时候当初说约定的时候, 人家收回家, 你乘本钱嘛, 收个十年嘛, 本钱收回了房子, 就回家咱们。 据董云慧说呢, 建房子之前, 他们家和公公杨大爷约定好了, 房子呢, 由公公出资筹建, 建好房子之后, 杨大爷收十年的房租, 然后这房子呢, 就归董云慧家所有。 诶, 乍一听嘛, 这约定似乎有点不太公平, 是吧, 人家出现建房子, 为什么要给你啊? 这个嘛, 确实让大家有些疑惑, 实质上呢, 也正是这个矛盾的关键点, 我们后边会说到, 先不管约定如何奇怪, 关键是按照约定, 杨大爷那是收十年的房租啊, 2013年那会儿, 杨大爷才收了七年的房租, 为什么董云慧如此急不可耐啊? 对此呢, 董云慧呢, 是连连的摇头, 他说自个儿也是被生活, 被公共逼到这个份上的, 怎么呢? 原来啊, 在2013年的时候, 董云慧的家里头出了一个重大的变故, 他丈夫杨建民呢, 也就是杨大爷的大儿子, 他遭遇了一场车祸, 董云慧的丈夫本身就有些残疾, 车祸之后呢, 他更是卧病带床, 家里呢, 算是彻底没了收入, 而董云慧呢, 有俩孩子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 在这种情况之下, 朋友呢, 就给他出了个主意, 你也可以收房租嘛, 对不对? 你可以给他说说, 就他给你不分嘛, 对不对? 当时董云慧心想, 对呀, 公共一个月房租都好几万呢, 虽然他也知道, 离约定的期限还有好几年, 但这不是有特殊情况吗? 丈夫卧病在床, 实在是没了收入, 所以呢, 他就向杨大爷提出了这个想法, 想先分点租金, 希望他老人家呢能考虑一下, 结果没想到杨大爷根本就不答应了, 你找老头咋样说? 自由你居住的极箱房子, 真理你说话的权益, 我的心情齐何的去跟人家老人说话, 老人就想这样对抬我们, 知道吧? 不过呢, 据董云慧说, 当时他还是不甘心, 他就让自个儿的儿子和女儿去找爷爷商量, 毕竟他们可是老爷子的血亲长孙, 而且老爷子平时呢, 也特别疼爱这几个孙子孙女, 对他们也是百一百顺, 可是没想到杨大爷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啊, 还是非常坚决的, 在董云慧看来, 老爷子实在是太不同人情了, 他自个儿的亲儿子都出车祸了, 孙子孙女都没钱吃饭了, 他都不搭把手, 照这么下去, 那还得了吗? 那等过了几年, 那老爷子岂不是房子都不给了呀? 每次说到这, 董云慧都是非常气愤。 你那当初说的是月丁子, 数十年房子就不用管, 那你现在就差不多了, 对不对? 你看房子一吃, 你书让我们家都一份钱, 我们书都一份钱。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 让董云慧一家对老爷子心生芥蒂了, 而董云慧的儿子呢, 更是年轻气盛, 从爷爷那儿回来之后, 他更是气不过, 所以直接就找那租户收租金去了。 所以说我儿子一对生气, 亲取你的孙子, 我就收了几间房子, 给我丈夫看病。 事情说到这, 那就真是有点纠结了, 于晴自个儿的儿子家里头出了这么大事故, 杨大爷有能力, 确实应该绑一绑, 毕竟是血脉亲情啊。 可是于理呢, 杨大爷和儿子一家的这个约定, 确实是没到时间, 你也不能硬抢啊, 还不过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说起这个约定, 杨大爷呢, 真的是急着跳脚啊, 接着他就爆出了一个惊人的猛料, 说什么约定, 什么时间把房子给他们, 都是他们瞎边乱闹的, 根本就不存在。 杨大爷坚决否认了所谓的约定, 他说这栋房子总共二百六十平, 一共六层, 每一层, 每一寸, 那都是他一个人花钱建起来的, 跟儿子没有任何的关系, 跟董运慧就更没有关系了。 而且据杨大爷说呀, 那房子是二零零五年开始建造的, 那个时候的一百六十多万可不是个小数, 虽然自个儿有点急需, 但是大部分钱都是借来的, 所以即使每年都有十多万的租金, 但是大部分也都是用来还债了。 所以杨大爷就说了, 我辛辛苦苦借钱造的房子, 我还没享受福袋, 就把房子给你平上呗。 而且杨大爷还说了, 他对儿子一家那是人之一尽了, 当年正是考虑到大儿子没地方住, 所以他早就已经给大儿子家那几千房子, 没想到他们现在反而盯上了 其他房子的租金, 这哪行呢? 更何况杨大爷说了, 我有六个子女呢, 虽然其他孩子都有自个儿的房子, 但是一碗水得端平啊, 再怎么样也不可能把整栋楼 全给你大儿子一个人的。 正是因为以上种种, 所以杨大爷说, 儿媳妇董云惠说的那十年约定, 根本就是无济之谈, 这分明是他们想要霸占楼房使用的这个轨迹, 而且呢, 据杨大爷说, 事实上早在2012年的年底, 大儿子一家就已经开始打这栋楼的这个主意了。 按照杨大爷的说法, 董云惠一家的目的就是想独占整栋楼, 所以从那之后他也没什么好脸色了。 还不过听他这个说法, 董云惠瞪大了眼睛, 一副根本就不敢相信的样子, 他说老爷子本人才是寒血喷人呢。 那到底这个十年之约是不是真的, 董云惠又有什么证明啊? 对此呢, 董云惠显得非常懊恼, 他说当年丈夫跟公共只是口头约定, 双方没签协议, 也没有证人, 而且董云惠的这个丈夫杨建民呢, 也已经因病去世了。 得,搞了半天, 口说无凭, 事情发生到这一步呢, 在董云惠看来, 公共杨大爷那是想霸占这栋楼, 不准备承认当年的约定了, 而按照这个杨大爷的说法, 董云惠才是居心不良地想要霸占他的楼, 那么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呢? 对此呢, 我们暂时还不听, 不过董云惠表示, 这一切都不重要, 按照他的说法, 即使是退一万步讲, 真的没有那个口头约定, 这栋楼也得是他的, 人家杨大爷花钱建了房子, 董云惠凭什么说一定是有他一份呢? 在明天的节目当中, 董云惠呢说, 他将拿出自个儿的杀手锏, 立正杨大爷才是那个小霸占楼房的人, 那么董云惠说的是不是, 十年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杨家这本《难念的经》, 到底要念到什么时候去? 好, 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的身边什么新闻发生的话呢, 欢迎通过屏幕上的来路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如果您还想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那就请您到各个应用市场, 去下载手机交期台客户端, 好, 各位观众再见, 我们下载手机交期间, 请您回到哪里, 谢谢观众 Ja, 那么那个